哈喽 英才智库的朋友们 很久没有见到我了 是的 见不到啦其实 现在是在声音方面可以听到而已 对对对 然后不知道你们在之前 看了我们的G15的 那个凯飘野的感觉如何呢 然后在那之后 其实我们英才智库的 这个team我们都在修整自己 太累了是不是 就开票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开到五点多左右 所以大家都好像 受了一层洗礼 是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开票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开到四点多 然后我们直接去 FB&B睡觉然后 我还记得Ken他七点多就起来了 所以就讲说他睡了两个小时 他去做工这样子 而且还出了几篇文章这样子 而我们这些我们 我啊还有实习送 还有另外一些小帮 小助手这样子 我们是睡到十一点 然后才起来这样子 所以当时 我们当下的感受是 哇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疯狂 然后就是 对 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 蛮累的啦 所以就 可是有成就感 可是有成就感 有啊 这样你有没有成就感 肯定 你是已经有那个媒体圈里面吗 所以你的感受如何 哦我感受也是当然相当的棒哦 就是因为大选嘛 然后我们都 媒体人都想要进去玩一下的东西 嗯 yeah so我是觉得 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 呃 不懂怎样讲啊 我就觉得说 其实 印材智库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方面的忧患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们不觉得我们印材智库的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有点 不太对称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需要子仪在这边啊 哦 谢谢 没有没有 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女性的声音在这里哦 然后 讲到女性 讲到男性 其实我们 回到 最基本的就是 呃 其实我还是很忧心 我们印材智库 大家的 感情生活 所以 没有必要啊 我觉得 没有必要 没有 所以大家你在想说 你看到印材智库的朋友都 印材智库的member都 那么的 yeah 优秀 OK 我们 自大一点优秀 这个是你讲的 OK 我讲的 所以我在想说 要不要我们就帮龙哥 帮Ken 帮泰南 帮我们的实际生们 找女朋友 我们在开麦之前 没有讲到这个东西哦 OK 回到正题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 大家都蛮受争议的一个课题 就是 交友软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交友软件哦 反正那时候我跟龙哥提出这个 想法 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下玩交友软件 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关在家里 然后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延伸了很多 主播的那个职业啊 然后线上还有一个 很hang的那个clubhouse 虽然现在已经是 没落了 在马来西亚是没有那么盛行 可是在外国还是会有的 是是是 所以在想说 其实除了clubhouse啊 以前我在看clubhouse的时候 大家会突发奇想的 开了一个那种 什么互相认识的那个房间 所以在想说 其实在疫情期间 大家怎样去认识朋友 很多都会透过交友软件嘛 那么因为 我跟龙哥 其实我们也是在 在集学生这样 所以我们 一直在想说 除了在学校 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开拓交友圈 就是交友软件 真的我还记得当时 我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能就是 见朋友啊什么这样子 然后我当时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很盛行的app 就叫做 Soul 灵魂 就是中国那边的app啦这样子 然后就是让你去 随机匹配一个人 然后跟他聊天这样子 所以我当时也是 我当时这个东西来玩 好玩吗 呃 是好玩 蛮好玩 因为你可以 突然间可以跟一个 陌生人说话 然后虽然是讲说 有那个和啊 但 你还是会放胆的去 把你想要做的东西 因为不认识 讲出来这样子 因为不认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蛮好玩的 所以我就变到 当然讲真的是 没有认识到朋友啦 因为我觉得 网上认识朋友 有一点危险这样子 所以 呀我就是拿来玩玩 所以 Soul这个app就对我来说 是一个 情愫的地方 不可以讲说情愫 就是娱乐 我觉得有一点不负责任 讲娱乐 但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娱乐工具这样子 所以 可是这个交友软件 蛮特别 因为一般上我们来看 我们呃 就是那种 他们都是以样子去做一个 呃 你的第一印象 然后去刷过还是怎样 可是Soul不一样哦 Soul就是要用声音 然后去 交友这样子 哦 因为我没有玩过 所以 我们要问一下龙 对我还记得那时 就是有一段 因为当时是有很多中国人在玩 然后当有一段时期 是马来西亚人开始去玩的时候 那些中国人会排斥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他就觉得说 就你一call的时候 你一听那口音 你就懂 哎 你是哪里的人 这样子 他们就会问 哎 你是马来西亚来的哦 他讲 他们就会骂说 为什么这样马来西亚人 然后直接挂电话 这样子 当然也有一些中国人是很好心的 就是会 会 交流 就是跟你聊天啊 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 对我来说 是一个文化交流 一个平 交流的一个平台 这样子 所以 呀 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经历 这样子 如果你讲 有没有交到男女朋友啊 这个是 不可能啦 我是觉得因为 当时去下载这个app的时候 会有那个幻想 就讲说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这种app里面 就是交到朋友 或是男女朋友 这样子 如果真的是可以的话 那是太好了 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是 很 我觉得不可能啦 所以 当然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一个 可能性是因为 对方 他是很开放的 然后他是有 带着目的来玩的 他是真的是要交朋友 但如果真的是没有 这个 概念没有占多数的话 他不可能会成为一个 可以交到真心的 交到朋友的一个平台啦 我可以理解为 就是你觉得 带有目的性 其实比较容易来成功 这样的概念是吗 真心的去交友 是是 所以是看基于 那个人怎样去 善用这个交友软件 然后他才 看你要去交一个男女朋友啊 还是你要交一个好朋友啊 还是something来比喻 这样子 OK 你这样子讲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因为之前clubhouse 盛行的时候 其实我有跟过一个中国人 做交流 就是在那个clubhouse里面啊 然后我们就有聊 关于 世界各国的历史 然后他就 哇你的课题很深哦 就很好笑 但是 但是我跟我朋友 聊过这个课题说 我朋友讲 为什么你会在一个 呃 一个这种网络线上呢 去跟人家做一个这样子的交流 对 然后那时候 他是有跟我提出来一个看法 呃 一个观点是让我一直很记在心里 他就讲说 不要去从中国的资料 去看中国的历史 或者是去看东南亚的历史 这个是中国人说的吗 对 他因为他是在国外留学 还是在加拿大 还是什么something 我忘记了 然后他回去 呃 然后他疫情 然后回去 的确就是Clubhouse有很多的一些 可以讲的是政治性的一些中国人在里面 嗯 对对 然后他们就有跟我们讲说 你们可以去一下西方国家 从西方国家去看东南亚文化 再从东南亚文化看西方国家 你就会看到两个历史上不一样写的东西 一个是 like 因为东南亚都是 英知名 英知名 对 然后呃 大家都会相对的比较有所谓的 nusing还是something这样 可是你看胜利的者 他们去书写的历史又很不一样 是 所以呃 所以那时候就给我一个蛮shock的culture shock啊 所以你是在Clubhouse里面教到 对对对 这样的朋友做到这样的交流啊 我觉得这个 有点颠覆我对 其实网上交友的这个想象啊 我是觉得说 当时Clubhouse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 呃 它是也是一个交流平台 可能它 呃 对我来说不是交流的平台 是因为我 我当时 对 当时我会认识这个Clubhouse是因为有一些网红 哎不是网 啊 有一些网红在用这样子 我就点进去看 然后我当时的话是有跟到一些网红做交流 就有谈到一些课题 像是网红的 那个 呃 道德底线在哪里啊 对那时候都很什么对吧 对对对 很顺行 对 然后当时就有就有提到这个东西 有就有跟他们交流到 谈到东西其实就是有关于到啊网红是不是可以拍prank啊 这样子 然后当时那些网红给的回应就是 你们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是我们的自由啊 怎么你要管呢 如果真的是我们拍了啦 这个是对小孩子不好的 那那个是父母的责任啊 当时就有这样的议论里头我们就有跟他做交流 当然他们的 I mean他们的态度还是那种我在高高在上的那种那种感觉啊 但我觉得说如果在这个平台能做一个交流的话 我也是觉得蛮好的 可是你谈回来交流软体这件事情 它也不太算交流软体 不太算交流软体 如果你真的要谈真交流啦 其实Facebook 这个软体也是交流啊 只是它交流的方式不一样 这样子 就是每个平台它其实都有提供一个让你交流的空间 其实网络生活 甚至说是网络的一些用具啊 社交媒体啊 其实它都可以成为你去社交的一个平台 那么OK我们回归到比较专业的专业性质的那种社交媒体 这样探探啊 然后Tinder还有什么 OK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东西 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之前它 大家有些有部分人对社交媒体 对交流软件有一定的坏的印象 好像我我自己本身其实一开始 我很抗拒交流软体 因为我觉得说只有 sorry但是之前小时候不懂事 我会觉得说 OK缺爱的人 他们可能才想要去找 找另外一半 在这个交流软体上找另外一半 可是就是我对它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啦 而且很多媒体啊 偶尔会大肆报导说 什么你网聊 然后约束去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这种负面印象就很深刻在我的脑海 脑海里面 嗯这样子哦 这样你的负面印象呢 我想问你一些问题 嗯这样 这些印象是不是因为你父母就是觉得说 哎不要就是小孩子不要谈恋爱啊 所以你才有这样的印象 还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媒体上的一些 那一些报导都导致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是它是从家庭文化开始的 所以你父母对于你爱情的这个东西 他是怎么样去看的 OK 其实的确像一般的东南亚家庭啊 我们都是父母相对比较保守 然后跟你说小时候不要不要早恋啊 就是希望你不要早恋 不要呃因为我们也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又是最接触网络的那一个人 所以他们不知道你在网络干嘛 所以他们希望你保护好自己 然后尽可能的避免掉这些 可以在外面认识到陌生人的地方 还是实体见过面 交流过 OK没有问题 这样我们才出去 就是他要确保说 其实你认识的人是他可以掌握到的 他可以控制到 不是控制到 但是是起码他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 因为很多不是 很多不是有那种case啊 就是男扮女或女扮男啊 然后去骗人家啊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担心你可能会说 呃你会被这些网络骗子给骗到 呃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影响啦 这是第一点 我就刻板印象中 希望你不要去交流 而且交流很软 嗯嗯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讲我家庭的话 其实就是呃 是讲说他们会觉得说 我在21岁之前是不可以谈恋爱 现在你现在可以谈恋爱哦 呃够了啊 哈哈哈哈 OK 这样 诶你的这样我就要问啦 呃你的恋爱对象怎样啊 现在你的感情状况 你需要 你需要讲一下吗 不用不用不用 OK我们Next 听说姿子怡他很像有认识到一位哦 诶 呃大家想不想知道啦 他不会告诉你啦 我现在这样子告诉你啦 我们的空了 的空了 OK Time line 嗯 其实 哇现在我的 我刚才笑到我的喉咙有点痒 龙哥现在脸红掉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龙哥在情感方面的那种羞涩感 对 OK没有没有 其实我家里就是 嗯 就是21岁之前是不可以谈恋爱 我的 呃印象是这样子啦 当 所以 所以在交友这方面的话 呃网上交友这方面 我 当然是偷偷玩啊 嗯 肯定就是年少情况嘛 你一定有那种欲望 那种你想去玩 当然我也是有玩 然后除了除了玩交友软体之外 OK 玩交友软体的那个方式是你懂得怎样嘛 就是呃 我会在网上 呃晚上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玩 我不敢在父母的面前旁边玩 因为我觉得说 咱们会看到这样子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但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可以留言跟我讲一下 我们来取暖 取暖 对对对 然后就是当时就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就变到说 其实我觉得 其实谈恋爱这件事情是一个 唯一 不敢讲违法 就是不 呃 不尊重 父母的一个一个举动啦 我是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是觉得说 呃 教友 线上交友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蛮恐怖 然后不可去 呃 触碰的禁忌 触碰的禁忌 对 就是呃 我其实也是有这种想法 哇 我们这是被父母保护的小孩 对 所以就变到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就是其实谈恋爱这件事情是要很慎重决定的 但很慎重决定这件事情 其实他没有错 他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呃 他有了一个架锁 就告诉你说 其实 你你要找男女朋友之前 你必须去 装备好自己 你才能找另外一半 但这个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啦 但 我但我不是讲 我现在要找找什么 女朋友 OK 我只是解释一个 我只是解释一个 一个 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说呃 对就是这种 传统的该传统的一些想法 是 框架了 我然后 对 把我对这个交友软体这件事情 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印象哦 嗯 这样子 所以是大家选择爱情的模式不太一样啦 而且在线上哦 大家都会 呃 相对的能够放下防备心 其实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啊 就是你在 面对面社交的时候 你会注意 他的言行举止啊 然后你会注意他的 呃 一切一切啊 然后让你对他可能产生一定的抗拒感 所以 在线上的话 可能 但是他却消割了这种陌生感 嗯 他会让你说哦 我是一个陌生人 然后你可以 把你的烦恼情书给我听 因为反正你都不认识我的朋友圈 我们会担心 如果我告诉我的朋友圈 我朋友圈会不会跟另外一个朋友圈说 我们会有这种烦恼 可是如果假设你在社交媒体上 你遇到的这一个人 他可能可以分担你所谓的烦恼 啊 可能这就是大家所追求的一个感觉吧 我觉得是 嗯嗯 这是情感上的一个追求啦 第二个就是 交朋友也是一样啊 我希望我可以交 呃 脱离我的朋友圈 然后去找一个新的朋友圈 甚至找一个新的技能的人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样 其实只要我抱着 呃 我想交流 我想要去跟他们交流历史 交流呃 呃 交流something like 时政之类的东西 我不想再跟我的同文村交流 我就会想要上去呃 dating app 或者是上去一些不同的社交媒体去 发表我的看法 然后讲一些不一样的话 吸引不同的人 可是哦 你上交流软体的话 你也是可能会找到同文层的哦 就是 因为有一些交流软体是 他只是呃 他虽然有些人会在下面 放他的description 他喜欢什么 然后他喜好是什么样子 但你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可能会把你 同文层的人给选进去 对对 但但但同但就是兴趣相识的人 你才会跟他有进一步的交流方式啊 ok ok 对啊如果呃 对如果假设这个呃 人的描述栏里面你不喜欢 这样你也不会想按进去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类社群状态哦 所以所以就很奇特哦 我觉得你想要脱离朋友圈 可是你有可能会找到另外一个 你现在有在玩呃 教的软体吗 ok 我有玩 但是在半年前我下载了一个呃 ok我自己也不是很懂的名字 这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玩的 因为是 不用不用讲这个app了 呀呀 就是 其实它就跟一般的探探一样哦 不会像soul啊 或者clubhouse这种 呃用声音教软件 它反而是看样子 就是一般啊 一般我们大家都会先看样子 然后看你的描述栏里面 写着什么 可是呃我很庆幸 我朋友给我的这个 呃介绍我的这个app 哦并不会很 大家可能对探探的 或者是对其他的那种交友软件 有一定的负面印象 因为它很小众 嗯 它小众 然后大家有很少玩 然后里面玩的人 他们都是抱着交友 然后交流技能啊 去玩的 甚至是如果有 进一步可以发展的情况 我们也会进一步发展情况 这样子 嗯 所以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app 它的credibility 就是它的可信度很高 所以你才 呃下载了这个app 是是 所以 可是在网上 我们有看到淡淡啊 这种就是比较主流的 主流的一些交友软件的话 为什么你不选择 下载那一些 当你看到 嗯 当然你看到那广告的时候 你肯定知道你有那个需求 是因为 你看到你有感觉 可是为什么当下 你不会去点这种 而是点 你说这种 小众 就是比较小众 然后它可以target到就是 呃 通文层以外的人 然后它可以更 有一个更 呃 细致的一个聊天过程 嗯嗯 呃 我自己是觉得 不懂啊 我看过朋友玩过这种 主流的媒体 呃 主流的这个软件 可是我就是 没有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很杂 里面的人太混杂了 我本身 就很挑朋友 比如说 啊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 就是你会看那个蓝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们 很像没有成型的去写 他们的东西 哦 对 我就是 我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我很在意这个人的呃 你的表达方式 你书写的东西 所以我到达的这个apps哦 它相反 我就可以看出 这个人他是多用心的在写 他自己的描述啦 嗯嗯嗯 就是你想要体现 展现给别人 你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啊 可是在主流的媒体上 我不是讲没有 但是少见 所以我觉得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去一个个session 我好过去找 相对小众 可能没有什么人玩 但是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呃 交流的平台 我也是有交流过 跟人家在呃 在网上交流一些摄影的技巧 也是有啊 他们也会教你啊 就我就觉得很特别 大家不是抱着哦 我想要跟你怎样呃 发生什么关系 或者是想要对 你拿你身上什么样的东西 只是一个很纯粹 很纯粹的一个交流的方式 所以你讲 谈谈是约炮的app啦 呃这样不能这样子讲 不能等 不能等炮哦 但是但是大家很容易 会透过这些呃 主流的软件去认识 然后去约炮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个行为 是up to你个人啊 就你觉得对 也是ok 你觉得不对 也没有问题 你保护好自己 就可以了 嗯 对前一段阵子 呃当这个交流软体 它盛行的那段期间 有人就有一个 一个讨论是讲说 其实交流软体 它是一个约炮工具 还是它是一个真心 去交流的工具 嗯 交流的工具 当然这个舆论 我没有很细致的去观察 还是什么 但我个人想法是 其实它是也是up to 个人的选择 嗯 如果说你是一个 呃 可以讲说信誉 比较比较高的人 嗯 你想要有这种 这种肢体的接触的话 那当然 没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是在里面 匹配到你想要 那 why not 可以啊 但如果你是 想要交流的话 当然 你就 你就自己要观察 其实这个app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 你想要的东西 这个交流这个需求 如果真的是可以的话 why not 这样子 对 然后也有一些 有一个舆论也是有讲说 其实交流它 是如果你是男生 找女生的话 其实它是交流的 一个方式吗 还是你真的是要找伴侣 有些人讲说 如果我 好像我本身有一个 一个习惯啊 就是 因为它会给你选择 你要 交男生的朋友 还是女生的朋友 这样子 我会选择说 我不会去点男的 这个有关于 我的兴趣向 这样子 但 我点男的 我会怕说 其实如果真的是 有朋友看到 我在里面的话 然后我整个页面 都是男的 然后我就会 讲我是给 当然我 OK 这个课题有点 有点敏感 但我想讲 其实就是 我本身的话 我不会去选 男生那个栏目 是因为 我觉得说 这整个APP 它是拿来交男女朋友的 它不是交流 所以这个就是 APP 这个交流软体 给我的定义这样子 OK 就龙哥 诠释这个APP 是让我们 异性恋 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但是我觉得 社交媒体 一个 社交软件 社交软件 sorry 是交流软件 它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点 就是 它会让你选择 男还是你 这是蛮friendly 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些 可是还没有 你先讲 sorry啊 但是有些人 就好像有些 同性恋者 或者是 跨性别恋爱者 他们都有自己 可以束缚的空间 去表达 他们自己 想要交流的欲望 或者是 想要谈恋爱的欲望 我觉得这个是 网络生活里面 相对比较 friendly的一个东西 当然它也是 有toxic的一面 看我们怎样去玩而已 因为在 现实生活中 可能你会 大家对 性少数群体 还是有一定的排斥感 所以性少数群体 可能会因此 受到伤害 还是怎样 所以我在想说 其实交流软件 其实对性少数群体 或者是对 异性恋来讲 其实都相对的 比较是一个 friendly 然后安全的空间 可是你看回 现在 现代的社会 我之前有读到一本书 就有讲说 是 social reality 跟media reality 社会的一个真实性 跟媒体的真实性 它是完全不同的 你在媒体上 你看到的 它不代表说 它在社会是反映 一模一样的一个状态 在社会上的状态 也不可能 完全的反映在 媒体的 这个状态上面 所以这个交友软体 它是不是可以 间接地取代 我们尸体生活上的一些 交朋友的一些过程 我觉得个人 我觉得说是不能的 但它可以是另外一种 小小的管道 但主要交朋友 谈谈的是交心 然后从肢体上去了解 那个人 他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他的习惯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 还是交友的那个方式 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我也蛮认同龙哥讲 他其实不可以完全替代 但是他是提供了一个 你交友的 一个渠道这样子 其实就算我跟龙哥 我们在线上 我们还是会 因为他 我们表述的方式 文字描述的方式 而产生一些矛盾感 真的 对 其实我们在线下里面 我们很OK 没有问题 可是在线上 我们还是相对有一点火药味 其实我觉得可能 这个真的就是像他讲的这样子 现实感跟你在网络上 他还是有一定的区分开来 看你比较适合哪一种的交友方式 我自己个人选择交友跟恋爱 其实我都比较倾向于现实啦 网络对我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虚假 比如说你现实的那种方式 你是喜欢哪一种方式呢 你看他要靠我讲话 没有啦 就是正常一般大家 是去喝茶啊 然后去学校啊 是啊 然后吃沙嗲啊 OK没有啦 就只是一个很正常的发展 发展朋友关系 或者是恋爱关系的一种行为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觉得今天可以让大家留下一个问题 是说 你对社 希望我们的这一次的谈话 可以让你有一个 对社交交友软件 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可能不要那么的抗拒他 或许你在这个交友软件里面 你可以遇到一个蛮有趣的灵魂 也说不定 我觉得是你要很谨慎的去用它 而不是讲说你 OK有些人他的状态会是 我完全相信交友软件 我觉得这个是蛮危险的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我们相信我们有看到有卖租宅 或者是有一些女生 他们被约出去 然后被强奸 或者是性骚扰这样子 等等的事情都有在发生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可以用交友软件 可是你必须去知道说 为什么你用它 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谨慎的状态 对对对 当这个人他约你出来 当然有些人他是会铺垫很长 然后他到最后约你出来 他还是做一些坏事情 可是你就自己要去拿捏那个状况 那如果你真的是很害怕 去跟这个网友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叫你朋友一起这样子 对对 但如果这位朋友 就是这位网友 他不能接受你的这个建议 那你就不要约他出来 最重要的是你的个人安全 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但我觉得回到来 其实交友这个东西 什么才叫交友 朋友这件事情 你是怎样去定义 我觉得你必须去清楚说 哪一种朋友 他才是真正的朋友 哪一种朋友是你想要的 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是觉得 网上的网友 是可以给你一些 舒服感 然后心理上的一些 support support 这样子 why not go ahead 如果真的是 你是比较倾向于在 实体生活中去交朋友的 然后你认为说 其实朋友的定义 他应该是关心你 然后在很多事情上 去给你意见 去支持你的话 那我觉得 其实在 就是在实体交友 也是一个很 I mean你可以去考虑的一个 对 所以尽可能的 我们这里是 呼吁大家是 不要去抗拒 任何形式上的交友 所以即便是你可能 看到你的朋友们玩交友软件 你可能就这样说 为什么你玩交友软件 你是不是很缺爱 三斤这样 其实不是 只是每个人选择的 交友方式不太一样 OK 今天就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 对我们这次的交友软件 有什么的看法 或许是 你们也想要跟 一材之库的 Member做一次的交流 其实我们非常的欢迎 因为毕竟我还是 身兼着让我们 一材之库的所有Member 脱单 好伟大哦 没有开个玩笑 大家 看大家的 其实子怡她还是 如果正式来讲 她还是没有脱单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有兴趣就有兴趣 粉丝 让我们的读者 跟我们一起交流 这真的是我们 如果真的是想要做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那如果你在 你是收听Podcast 或者是你是收听Apple Podcast 的话 你们是留不了眼的 你可以去我们的 inbox那边 告诉我们说 其实 我们想做一个交流 对 我们想做一个交流 这样子 让我们知道 现在其实有很多人 想参与 那我们就可以参与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 举办这个东西 这样子 对 就是很兴奋 想要做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 Poco FM的听众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 Poco FM的留言区那边 告诉我们 你的意见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太久没有录Podcast了 然后我们忘记 要做一个东西 开头 对 好 我们用这个介绍来做结尾 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硬塞智库的子怡 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哥 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